新加坡有的 马来西亚也有 对 马来西亚有的 新加坡未必有 国内为什么对新加坡的安全这么像我 你要这么讲的话 是想说国内的自然很差吗 嗯 这真的是要住过新加坡的中国人 因为我跟老爸 我们就算是来旅游来出场 我们都 Hello YouTube 我回来了 我们连续两个礼拜都来走 还没有啦 其实是连续录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 中国人喜欢新加坡的六个原因 待久了的话他会喜欢这边的气候吧 反正一年四季嘛 都是夏天 衣服也不用怎么换 他还是会照常买 你们在这里还会买淘宝吗 衣服 必须必啊 可是到冬天的时候 就12月的时候怎么买 不要错过淘宝的夏季 他要入秋的时候打折季 就9月份就要把它扫光 淘宝的话就是 没有你买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可是如果到11 12月的话 还是会有吗 就是夏天的衣服 但好看的应该就没有了 那你们现在买淘宝方便吗 方便呢 这边有空运有海运 或者说你家人过来的话 都可以带嘛 挺方便的呀 喜欢的第一个是天气 然后这里衣服贵嘛 在这里就是出去 shopping的衣服 买衣服 新加坡的衣服 我其实很少去 他们这边买东西 那你这套衣服是这里买的吗 淘宝 我有自己喜欢的店铺 对耶 其实我都没有自己喜欢的店铺 那就证明你不常情 我唯一喜欢的店铺就是小米 官方旗舰店 小米不错 这是国货品牌 小米 他可能真的是没看过我的节目 我是 马来西亚小米一哥 你知道吗 我是全马来西亚开箱淘宝最多的人 都是小米对吗 不是不是 大概一半左右是小米 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 喜欢新加坡的第二个原因 有喜欢的正宗咖喱 还有猫山王榴莲 等一下等一下 咖喱上一期讲过了 讲过了 对啊 那喜欢吗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啦 因为上一集是讲说吃的不习惯 这一集就讲你喜欢 就还是喜欢这里的食物 你喜欢吃猫山王 猫山王榴莲 好吃哦 下次你来猫山王榴莲带你去 整颗的那一种 吃到你吐 马来西亚的那个榴莲 好像就是会比新加坡便宜好多 是啊 从马来西亚运到新加坡 对对对对 一公斤猫山王榴莲好像是 48块 48块 那核心币是要 15块 我们现在这边的话要20多块 40公斤就差100多块 说有一个影片跟老爸去吃榴莲 对在马来西亚 反正大家随便看 如果有的话我会放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了 原来你喜欢吃榴莲了 那你觉得中国人会不会喜欢吃榴莲 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很喜欢吃榴莲 但是自从来了新加坡之后 知道有猫山王的存在了 我就觉得把中国所有的榴莲都毙掉了 其实中国榴莲要买一颗的话也挺贵的 是中国榴莲是从泰国去的 是吗 是 作为观众 我们又来到我们科普新世界 中国的榴莲呢 就是分两个国家进口 一个叫泰国 一个叫马来西亚 可是如果在市场上看到一整颗榴莲 榴莲榴莲榴莲 它是从泰国进去了 因为泰国呢 是5分钟的时候把它切下来 所以它就整颗运过去 泰国跟中国有签个农业协议 所以它是可以整颗进去的 马来西亚呢 是等榴莲掉下来 然后再把它切开 把那个肉拿出来 冷藏冷冻 然后再空运过去 因为你已经冷藏冷冻 所以你只能空运 所以在市场上 在中国市场上看到榴莲 如果是已经打包好的那种 八九不离十是马来西亚 可是价钱比较贵 因为它是空运吗 它是空运 而且双边的农业协议来讲呢 它只能寄这个东西 它不能寄整颗 所以它比较严格 不是严格 是农业签订的关系 对啊 它比泰国要严格一些 可能是吧 所以它的价格会贵 贵 贵蛮多的 大概贵三成左右 其实以前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国内经常吃的叫 金枕头 那是泰国的 猫尘王的 是 因为 泰国的驴是比较甜美 然后马来西亚是比较厚重 比较苦一点 对 我喜欢吃苦的 所以对于初节 苦的是老树 对吗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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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苦是跟品种的关系 我们这一集是新加坡 这做多了 所以呢 你觉得中国人会喜欢吃榴莲吗 我觉得好像应该 没有东南亚这边 我们就是从小就吃榴莲啊 不一样啊 因为榴莲本身会有一个很浓重的味道嘛 吃完之后打嗝就是 而且的话 新加坡 它比较限制 贩售地点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说 你去公共场所 或者是坐巴士 坐taxi啊什么的 它都是不让带榴莲的 蛤 煎车不能带榴莲上去啊 对 除非你密封好 一般榴莲摊的话 它都会给用那个机器嘛 给它完全真空啊 所以你们在榴莲摊买的时候 不是一整颗买回去 是要切把肉拿出来的 有的是整颗拿的 那通常都是私家车自己过来买的 拿回去 还有我们讲第三个 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新加坡 因为它绿植比较多 空气新鲜 天空特别蓝 这有差耶 这个真的 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给我第一个感触就是 有蓝蓝的天 那么多的棉花糖 然后就感觉空气特别好 虽然会有一点潮湿 但是它的空气还是很新鲜的 然后有那种绿叶的味道 在国内的话 因为雾霾嘛 就那个空气指数不好 不够健康 对 那个叫分多精 对 就是你在很多 又科普了 就是 如果你很多树叶 绿色的植物的时候 你呼吸起来的时候 其实很舒服 那个是分多精 看没有知识多可怕 没关系 请看电视 这边的话 它一个是空气特别好 绿植特别多 对 它一眼望过去 真的是很多绿植嘛 是是是 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对对对 而且公园很多 然后每一个它 你住的地方 它都会有一大片 那种绿植啊 小花园啊 什么的 这真的是要住过 新加坡的中国人 因为我跟老爸 我们就算是来旅游来出带 我们都不会讲这个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 就是台湾喜欢新加坡 六个原因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是在这里居住 你才有办法讲出这个 虽然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们想不到 那第四个 教育 它对孩子呀 或者说对于 学习当中的人的话来讲的话 他的思维啊 包括他的那种教育理念 可能更轻松 偏向 更轻松啊 新加坡比较轻松 它会让你有那种开放式教育 就是思维打开 那可能我们国内的话 它就会有那种 填牙式的教育嘛 就是它会让你一下子 在短期时间内 把所有的知识 添到脑子里 那新加坡的话 它会借助于更多的生活体验 包括可能 哦 比较美式 新加坡好像 它不就是那种 英式教育 它不是美式教育 你刚刚讲的体验的 应该是美式教育 因为他其实有些朋友 小孩也来这里念书嘛 所以他听说 就是这里的教育比较不利 因为其实你知道 这样很多上海人啊 中国人啊 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就到槟城 或者到新加坡 为了小孩 然后移民过来 教育移民 这种人其实蛮多的 你知道吗 因为新加坡 毕竟的话 它可能生活压力 要比国内的话没那么大吧 你是说生活压力吗 新加坡生活压力 不是经济 就是可能那个生活上 就例如说 新加坡节奏很快啊 会吗 那可能是我亲身体验的话 我的节奏还觉得 哦 也不一定 我觉得北京上海是快的 哦 北京上海的确是快的 对 但其实我感觉 新加坡还有一个 给我印象特别的深 就是它的电梯很快 啊 这个是第五个了 中国人喜欢新加坡的第五个原因 这个第五个 就是喜欢的电梯快吗 诶 这个有差耶 没有啊 就是因为它节奏快吧 可能 不是不是 不是吗 电梯快跟节奏快没关系 就感觉电梯好长呀 然后电梯很快的那种 是手扶梯还是电梯 手扶梯 手扶梯很快 你是说它手扶梯很快啊 对啊 哦 我跟你说电梯很快 你说是手扶梯 嗯 你不觉得吗 不知道 我都很少出门 特别是市中心的那种 我就是 特别的快 赶快把事情做完就离开新加坡 你为什么 采访一下 新加坡跟吉隆坡 为什么想这么快逃离新加坡 就是他们的娱乐性娱乐产业其实都差不多 嗯 那你到晚上基本上就是娱乐产业嘛 白天就是工作嘛 那你白天把东西做完之后 就是能到吉隆坡去享受更便宜的娱乐 那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他是想说 吉隆坡不管是任何的生活 消费啊 都会比新加坡性价比要高一些 新加坡有的马来西亚也有 对 马来西亚有的新加坡未必有 哈哈 好 我们讲第六个原因 终于讲到第六个 就是新加坡小 这个好像是我讲的 你觉得对吗 中国人会喜欢新加坡是因为地方小 就是会挺有那种安全感吧 当你可能在一个有局限性的那个地方待久了 你可能去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地方 你可能会感觉 四处都没有那种安全感 是不是 有没有 我都还好啦 可是可是我觉得这是两个东西 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讲 也很多中国朋友告诉我说 他们感觉到新加坡很安全 就是说你半夜12点 凌晨2点 凌晨4点 走路的感觉是没有差的 街上还是挺多人的 然后 跟人多我觉得没关系 其实是整个城市的 治安也好 对 整个城市的治安 非常好 因为地方小 然后好管什么 好管理什么 你这个也对 这样我们其实两个可以连在一起 因为地方小然后安全 就像一个班级一样 就那么多人吗 也可以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觉得这反而有点息息相关 因为它地方小 它的法令制定之后 它就很容易去处理 很容易去抓 对我们歪打阵着 可以即刻实行 然后这边的法律 包括它的规矩的话 也是根据它的事情的发生 然后实时变换 修法很快 修法很快 对不像台湾修一个法 可能要半年一年 然后可能三年 那台湾这个不讲台湾政治 台湾烂透了 政治上 你敢这样讲话的 我在我频道大概讲了很多次 是吗 对啊 因为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 台湾 所以新加坡的修法的时间很快 对 因为之前好像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修法说 市中心不能骑摩车 因为本人没有摩托车 对于这件事情我还不太了解 我就知道 好像是因为有一次 我是说 饮酒 喝酒 喝酒 对 十点半之后 新加坡是不可以买酒 不可以售酒 十点半到早上七点 这个我前几天节目有讲 因为之前就是有人闹事 对 然后好像没过多久很快的 然后就出台了一个这样的规矩 好厉害 其实完全没得商量 而且新加坡进烟的地方也很多 我觉得它进酒就是 不能买酒以外 然后它还是很多地方不能喝酒 不能在走廊喝酒 不能在公共场合喝酒 就只能在酒吧喝酒 不只禁止卖酒 也禁止很多地方不能喝酒 我们这还是科普小常识 小教师 虽然他是吉隆坡人 不是我是马坡人 但是他对新加坡还挺了解的 没有当YouTuber的好处 就你常常要做新的节目 所以你就会去搜集很多新的资料 看很多新的东西 对 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话题 他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他 这么努力的人 带给大家正能量的人 最后我想请你分享安全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国内为什么对新加坡的安全这么小 你要这么讲的话是想说 国内的自然很差吗 其实是啦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 对是比较下来 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回国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那个随身带的那个包 没有没有拉 我就会很害怕 但是在新加坡就不会 在新加坡的话就即使你那个包是开的 你也会很放心在街上走 或者是随手把这个包放在哪里 你也不用担心说他会不见掉 没有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跟新加坡比 都是不安全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新加坡太安全 没有一个国家能跟他比啦 这个我还不知道 去的地方比较少 嗯 不是 肯定 这我可以肯定 哦 是吗 真是新加坡太厉害 所以应该是那种 跟他的那个 关系也有关系是不是 嗯 对他法律 法律 非常严格 边形 边形 真的是边形 大家懂边形吗 就是他边了之后 你屁股如果会站开 他的边形的话 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打的 对不对 我想最多每次不超过三遍 不能超过三遍 正常就是一遍到两遍 打下去之后 你就基本上你不能躺着睡了 你一定要趴着睡 然后你肉会裂开 新加坡的就是法律当中 有一个边形 好像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是吗 还说其他国家也有 曾经以前有 可是慢慢都废除 就只有新加坡没废除 哦 就很多欧美国家通级说 这很不人性化 很不人道 最有名就是那个1993年 Michael Fleck 就是一个18岁的美国人 来到新加坡做涂鸦 然后被抓起来 边形了六下 然后到最后就是 克林顿总统都出面哦 到最后还是一样 就到这边四下 新加坡有专门涂鸦的地方 对对对 专门就你要涂鸦就去那里涂 不要去其他地方 好啦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位置了 好 喜欢这个节目 如果在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之后 打开小铃铛 如果在Facebook看到的话 记得打分享出去哦 这里是我的Instagram IG记得订阅我IG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